互昆高速铁路连接上海市与昆明市 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的主通道之一 也是中国东西线路里程最长 速度等级最高的铁路 铁路运营时速300公里每小时 于2016年12月正式开通运营 沪昆高速铁路在途经北盘江大峡谷处 中国工程师建设了一座世界之最 北盘江特大桥 北盘江特大桥距离江面高约300米 悬长721.25米 主跨445米 采用一跨过江方式建设 桥梁为双轨道 总投资4.5亿元 在建设时 终会了拱桥 斜拉桥 连续桥梁等桥形特点 多项工程指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据统计 北盘江特大桥共创造了五项世界纪录 远远望去就如天空中一道弯弯的彩虹 据大桥总工程师介绍 这座大桥自2010年开工以来 很多难度系数极大的难题 摆在建设者面前 由于大峡谷地理位置特殊 环境极其恶劣 为了在70多度的斜坡上 修建桥机与蹲台 工人们化身成空中飞人 在施工时 所有工人都要全部绑上安全绳 绳子另外一端 用钢嵌插在山体上固定 人则悬在半空施工 风险性很大 此外 由于大桥两边直通隧道 根本没有施工平台 施工材料与设备 只能从峡谷中往上运输 缆锁吊机将挖掘机 混凝土车 以及施工材料 先吊至200米高空 然后进行工作面转移 在临时搭建的作业平台上 进行工作 北盘江特大桥是一条高速铁路 当列车以350公里时速驶过时 大桥不仅要承受巨大的重力 还要保证不发生 超出控制范围的变形 对此 建设者提出了一套高难度设计方案 增加大桥的强度 主桥先架设了8根直径750毫米的钢管 钢管内部与外部 均包裹了高强度混凝土 这也是国内首次在铁路桥上 采用C80高强度混凝土 以此实现钢筋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 相当于在这里同时建设了两座大桥 一座是钢管拱桥 另外一座是钢筋混凝土拱桥 让这两座桥重合在一起 合力撑住飞驰而过的高铁列车 据统计整个大桥 共浇筑混凝土17万平方米 其中两岸的拱柱就浇筑了7万平 相当于将一栋十层楼高的楼房 陷进两岸 再让主桥梁从楼房上生长 列车通过时 大桥所受力将会传到两个拱柱 再通过拱柱把力量分散到整个山体 北盘江峡谷实测最高风速为25米每秒 如果按高铁运行规定 这种环境最高时速不能超过200公里 而北盘江特大桥 即便在最大风速下 依然可以保证350公里运行 2016年8月中旬 大桥正式进行调试运行 300公里时速的和谐号 从大桥呼啸而过 721米的大桥 列车通过只用了短短6秒 而为了这6秒安全通过 施工者们却整整复出了6年的青春 目前跨度超过300米的混凝土拱桥 全世界只有6座 而护坤高铁北盘江特大桥 代表着钢筋混凝土拱桥建造的最高水平 也是贵州省的右移世界之罪 喜欢厉害了我的国 请点击订阅我们哦